可以参考我云端上面那个就是这个102的部分 反正每次上课我就把它放在程式码这边 那你打开来之后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也有这一段程式码 不然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复制贴上也OK 像前提你要做得出来为前提 再来就是说请各位也慢慢要熟悉 里面这些程式码 这些程式码其实就是了解网页设计里面最基本的 那个就是所谓的他的那个标签语言 如果你这个标签语言如果不熟的话 以后你要做网页还是会处处有问题 这两者是相通的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再来怎么样 我们要增加图示 那图示因为做出来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上面没有一个icon 再来的话就是再加上颜色 OK大概今天这我想这做完 其他的话可能 再来就是说让他可以back回来 那他就可以动 这样我想今天大概就差不多这样这样的 然后再来下个礼拜就是再把它变成一个app 我想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做完之后长这样子 可是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希望再把它切回来 如果我希望呢 最新消息他让我变一个icon 那那icon的图示如果你比较不熟你可以往下卷动 下面我有一个好像一张图吧 如果你今天假设那个最新消息希望一个info 那你就找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info 有没有info在这里 有没有他底下有个info 那另外的话如果我希望呢 他一个starstar的话 这边有个信号 有没有 这边有个信号 那另外还有gree 这个是表格 如果说我今天要这三个的话 那我现在来了解 油标先放最新消息 那如何设定呢 很简单 一样找到右边的这个叫检视 什么标签检视窗 一样找到这个gree mobile 那请你找到这个gree mobile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data icon的一个属性标签 所以往下找了 他一定是data开头 后面因为i开头 所以你就往下找 大概i开头 那一个data icon 记得油标签放在最新消息这上面 帮我设定什么呢 一个叫做info 找一个i开头info 那你设定好之后 他理论上呢 你设定完油标放这边 设定这个资料标签这边 设定好之后 其实他主要是帮你写这一行程式 data icon 等于info 实际上就帮你写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效果出现 有没有 惊叹号出现了 再切回来 另外新书的话是一个start 所以一样点这边 这边有个data icon 把它选一个什么start start这个ok 那认证的话是一个表格就gree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找一个gree ok 好那把它点即时 这三个就ok了 应该可以看懂了 只是说这个功能稍微找一下 或者当然将来你自己打程式上去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啦 只是相对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可以用 你可能用这个会比较快 那接下来的话颜色 你想说颜色如果我今天希望 最新消息变黄的 这个白的 这个蓝的 那我要怎么设定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设定颜色的道理 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游标放在最新消息 黄的 那黄的怎么设定 请你找到data 有个theme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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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里面的话呢 你找到他有点击旁边这个就颜色 那颜色他会列出什么a到z 那a到z特别注意哦 他预设的颜色只有几个呢 只有好像六个 那a的话呢是什么呢 我记得他的颜色对 我又把它稍微背一下 叫黑白银灰 爸爸跟这样 黑蓝 跟这样 黑蓝银灰黄 所以五个颜色 所以a的话是黑的 蓝银灰黄 所以如果你要黄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1 有没有 这就1 那再来的话新书登场 假设是黑蓝银灰 所以他没有白的只有银的 我们把它改银的好了 ok 然后认证课程假设要蓝的话 那就是b 应该没有记错了 因为之前蛮常用的 一段时间没用 ok点下去 没有错 有没有 颜色就变更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多增加什么icon跟颜色 这几个 那做完之后呢 最后把这个最新消息点下去 最好是这边一个back有没有 不然的话你要点外面 啊怎么back 最后的话 我们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记得选这个框框一下 最新消息的外框 它里面会秀出什么呢 有一个叫什么 data 其实不用特别背 应该会有一个叫什么 databack的button 这边 第一个 dataadd add是增加 back btn是button 意思是说呢 要不要帮你增加 那个一个回去的按钮啊 那你就直接改为true就可以了 ok 最新消息 我们试一下 最新消息 有没有back 有back了 有没有 直接就一个back button在这边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最后的话 我想今天大概就是先把 这边这个也把它加上一个什么back button true 这样的话呢 认证课程也可以把它back一下 那只是说 现在当然还没有办法做得很漂亮 不过至少 我们可以最新消息 back 新书登场 back 大概这样子 所以今天的练习 大概就是这几个 我把刚刚的重点再讲一下 可能会做得很简单 但不会做的话可能会很头痛 一把那个icon改一下 记得是在资料标签里面的叫dataicon 那里面的话会有这么多icon 那至于它的对照表 请你参考一下我们云端上面 我有把那个这个对照表给各位 你只要看下面就是上面的图 那我刚刚只有用到info 跟那个star 还有gree这几个 当然你也不一定 我只能限定用这几个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第二个的话颜色部分就是点这边 它也叫data thin 这个 它就是颜色部分 那只有五种颜色 那未来你想说老师 那这几种颜色好单调 可不可以变漂亮一点 当然可以 可是要让它变漂亮 你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就是你要必须去把那些颜色给创出来 至于要怎么创这些颜色 这个可能后面我们再提到 所以请各位这个地方 这第二个 第三个是点这个 底下有三个页面的外框 记得你如果点到外框 它这边上面会有叫 叫什么 data add back btn 这个把它改为tree就可以了 意思说帮我在这个页面上面 增加一个回去 back的一个按钮 所以最后做出来就长这样子 back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那今天的那个练习 就是102APP 那请各位就是把这个 这个练习 最后呢 记得就是把这个资料夹 按右键 我好像最后放在滴跌 所以把它滴跌里面 那个这个资料夹请各位按右键 把它压缩 应该都会压缩吧 用那个按右键 7DIP压缩成一个压缩档 也就是把一个资料夹 变成一个压缩档 然后将今天的作业 大概就是先完成到这里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会再教各位怎么样再把这个网站 其实就是这个APP 把它变得再稍微漂亮一点 然后呢 另外呢也可以把它安装到我们的手机里面 当然里面东西你可以修改啦 未来里面内容 也许你可以自己再找一个有兴趣的题材 像之前有同学对于周邦夜的词有兴趣 他就收集周邦夜的词 然后一点周邦夜的词有个清单 他所有的词全部列一个清单 那上面那BAR呢 会可以是大的项目 清单呢可以列下细的项目 然后每一个都可以连结 我想这样子 对于那个你要呈现一些内容 是真的还蛮有帮助 而且如果装在手机上面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蛮棒的 其实你也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 就可以产生你要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试一下